14号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正式登记参选民进党主席 在党内已无人竞争的情况下 他几乎肯定当选 党内媒体认为 面对民进党内派系的轻压以及横行无际的黑金政治 赖清德很难有所作为 赖清德此次参选姿态很低 不仅从宣布参选开始就没有做过公开发言 14号当天也没亲自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 如此低调 主要是怕大动作刺激党内蔡英文系 再挑起派系斗争的敏感神经 与赖清德在党内有竞争关系的蔡英文系 14号虽然发出图卡表达支持之意 但该系大佬私下指出 英系是书成不是投降的耳语 仍在党内广为流传 可见赖清德参选党主席 表面上是众人力挺 实际上各派系仍各有盘算和顾忌 近来台南88枪枪击案牵扯民进党中职委议长选举 已成为重大治安事件 同一时间黑道疑运未解的民进党中常委黄成国 虽已自行回避出席中常会 但要求民进党中央成立调查小组 至今也没下文 民进党在2029合一选举中大败 相较于蔡英文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得票 民进党狂失343万多票 民进党内普遍共识 民进党流失最多的是两张票 也就是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 蔡英文力挺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论文门 民进党当局护航高端疫苗 全党攻击台湾大学纵容侧意打击词剂 这些行为吓跑了中间和年轻选民 是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大败的重要原因 赖清德当选后要改变上述情况 才能让民进党在选举上有所建树 但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派系隐姓撤肘 与党内黑金势力问题 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击中难返 台湾媒体普遍对赖清德的民进党主席之路不看好 这些东西的民进党主席之路不看好